澳大利亚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迎接F-35澳大利亚国防部官网时日宣布 澳空军当日在纽卡斯尔·威廉斯堆空军基地迎来了两架F-35联合攻击战斗机 这是美国向澳空军首次交付使用的F-35战斗机 澳国防部长克里斯托弗派因说 F-35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多用途战斗机 具有先进的侦察和通信能力 可采集更多战场画面信息并能与其他平台共享 澳媒体报道说 澳政府购买了72架F-35战斗机 以取代该国的FA-18亿美罗超级大黄蜂战斗机 这批F-35战斗机将分别被部署在位于威廉斯堆和秦德尔的空军基地 王子乔